我們請葉部長 部長你好 我想還是要麻煩葉部長再一次重申一下 現在政府對於南海主權的這個論述 主張是什麼 我們對於南海諸島的主權 以及相關海域 在國際法跟海洋法基礎下的權利 我們是絕對捍衛 而且是持續主張 沒有打折扣 那對於太平島 被這一次的仲裁判斷 認為它是岩礁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不合理的做法 那也不合乎海洋法共約的精神 那我剛才在隔壁問外交部 李大維部長的時候他的說法跟部長您一樣 然後在我追問之下說那這跟過去這個 舊政府時代提的這個U型線 十一段線是不是一樣的內容 他說是 你認同嗎 我認為談U型線那必須了解為什麼會有那條線 我們現在這樣的說法會更具有 但是你認同嗎 現在新政府的這個主張跟舊政府說的十一段線或是U型線 我覺得當中已經有不同的重點 我來說明一下 確實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所謂U型線或者是十一段 這個Eleven Dash這樣的內容 他其實是在我們以前公布的南海諸島位置圖上 這個圖上所畫定的 那真正的重點在哪裡 真正的重點是在於我們對於 這個東沙 中沙 西沙 南沙 諸島的主權 真正的重點是這樣 那以及我們相關海域在國際法跟海洋法上的權力主張 基本上是這樣 實質的內容是這樣 也就是說實質不是用這十一段線畫 而是說這個海面上的這些島或是礁 真正的實質是這個內容 不是說什麼那些線 但是原則上他還是來自於從這1947年的這個論述 一直留到現在的這個再詮釋嘛 對 但是他基本 但是我們必須賦予給他比較精準的內容 他基本上原來是因為 因為我們公布的 我們公布的那個位置圖 我知道 那這樣子的話 根據這樣子的主張 這個民主教或是說黃岩島 跟這個永屬礁是不是也是變成中華民國的領土 這要看如果是民主礁 黃岩島 這個他本來就在我們在1999年公布的 第一次公布的領海基線裡面 是 他就畫了 那時候就畫了 但是我們那時候直接只畫那個部分 但是過去的政府從來沒有對中國 也就是實際上現在在控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抗議 所以如果現在的新政府也認同這個是中華民國領土的話 是否有準備要對中國抗議 我們從我們的 因為我在詮釋一下 因為越南跟菲律賓佔領的這些島嶼 過去的政府就有抗議過 但是被中國佔領的這些島嶼從來沒有抗議過 所以是新政府 在這個 這個條件上面 判斷上面 未來會有不一樣的做法嗎 我們還是一直在宣誓我們的主權 對於我們曾經所 對於我們曾經所畫定的部分 那在那個基礎上 我們基本上對於這個領海基線 第一次的劃定 第一次的劃定 已經有框定 那時候有包括了 有包括那個民主教 是 所以我還是 那我就直接問部長好了 那我們有準備要劃定太平島的這個領海基線嗎 在1999年公布第一次的領海基線的時候 有考慮那時候後面有附助 有加上說對於未來怎麼樣再怎麼樣 未來嘛 那現在已經17年了嘛 都還沒有畫 我想現在最重要的是 因為仲裁法庭認為 這種歷史權利自海洋法公約生效以後 就被取代了 所以也就是反映國際社會制連大 第1435號決議後 對傳統權利的一貫立場 就是通常在航路上面的歷史性水域 是永遠不會接受的 所以我要再次強調就是 無論現在我們對1947年的這個 再進行再詮釋 他都還是承襲著一模一樣的這個背景的論述 最後我們在國際之間還是很容易 因為這個跟中國的主張重疊性太高了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呼應 蔡總統在7月5號 重申處理南海議題的三原則裡面的第一項 要依據海洋法跟聯合國海洋公約相關規定提出主張跟立場 也就是我們就依照國際法 現在就去劃定我們實質控制的太平島的這個領海基線嘛 我確實是按照國際法跟... 因為我現在直接講 因為現在所有的國人都以為是開船去就是表示了 開這個船不管是要去護漁或是開軍券去 或是說哇誰登島了 然後或是誰在上面喝到水了 用這樣的方法 為什麼我們不能實際用行動 我們就去公告我們的領海基線啊 我們有沒有打算這樣做 呃...我們應該先講 國際海洋法最重要的是國家的practice 你一定要有實踐 那實踐包括說現在我們已經進駐台銘島 這件事情本身就是個實踐 那倒不是說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一定要延伸什麼劃定12海里或24海里 我們對它本身就是已經是一種... 但是我們連民主交這個我們實際沒有控制的都化了 結果我們現在實際有在控制的不化 然後我們現在用派船去用各式各樣 然後現在包括媒體包括很多的這個不一樣的政黨 提出來的方法都不是用實際 我們去劃領海極限的方法 那那些對我來講我覺得那些也許重要 但是那些不是根本性的提出主權的主張 對 委員的考慮跟委員的想法 當然都是可以列入考慮的 不是 我覺得這很重要不只是考慮喔 因為這將是宣誓跟上一個政府 過去長期以來跟中國重疊的主張不一樣了 我們不再繼承 也不再宣誓那些什麼歷史性的 因為我說真的啦 在台灣接受國民黨教育的這一代 已經很習慣包括連蒙古 西藏都說是我們的 現在外面下面這整個U型線 一話也說都是啦 我希望 新的政府就要有新的擔當 我們既然連蔡總統都說 要依據海洋法跟聯合國海洋公約 我們就不要再走 過去那種虛幻式的 用畫的 所以 部長可不可以承諾 我們既然連中國控制的我們都畫下去了 釣魚台 日本控制的我們也畫下去了 實際真的我們自己在控制的 我們有沒有可能在今年底以前就畫 我 我認為所有的做法 確實是在現在 南海非常複雜的情境之下 以及我們的 國際外交很困難的情境之下 一個最重要的重點就是 整個國家的總體利益 我是完全了解 在那個基礎 在那個基礎 在那個基礎之下 在那個基礎之下 我們了解到 國際海洋法的現實是怎麼樣 現實就是說 一切 基本上是以協商為主 而不是靠人家仲裁 我了解 那所以那個 要增加實力的話 你要多主張 但是部長 我們現在維持的這個模糊 它的實質是跟 中國九段線的模糊 而這個模糊最後就是 讓中國在 國際上面可以說 台灣跟我們的主張是一致的 最後衍生到變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我們如果 能夠放任這種模糊 為了避免在南海太敏感的話 那到底是孰盡孰衝 但是我們要主張 這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現在的意思就是 所以既然主張不一樣 最簡單的不一樣 就是劃下我們的這個領海基線啊 我們把我們實際控制的劃下去啊 主張的不一樣就是說 我們不是在講什麼線什麼線 我們是在講對於我們 南海諸島的主權 跟相關水域 剛剛我在隔壁的時候 連外交部部長 他就說不清楚啊 因為你還是十一段線裡面 的島或礁 你都說是嘛 只是你不畫出那個線 所以說為什麼 李大為部長 他說不清楚 因為你這個是同樣的歷史脈絡 演進的嘛 你這個歷史脈絡 跟中國的歷史脈絡 是一樣的啊 他也有可能有一天會說 我現在九段線我不會說 但是九段線 我們直接要切斷跟中國模糊的一樣的主張 避免在國際上面落入台灣 是中國的一部分的一個中國的原則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如同我們畫其他我們的領海 包括我們連自己台灣本島都畫啦 我們就一樣 畫我們實際控制的這個領海基線 我相信國際社會會支持我們 因為這個是真正符合現代的國際法的做法 你用歷史全力的方式去講包山包海 吃黨吃體都咧 那個沒有人會支持啦 我們用實事求是 這個我們現在有的 我們不能沒有的 我們畫那麼大 真正要做事的時候 什麼都不敢畫啊 所以我希望 部長在這邊齁 我們不能繼續維持這種模糊 然後跟人家是 一樣的這個主張 我了解你的想法啦 但是只要我們主張 我們就on the game啦 但是只要不主張 海洋法是這樣 你只要你不主張 那你當然就是 所以我們該主張的 他重點是主張的內容 然後才有機會去 才有機會去進入那個 那當然很困難啦我知道 南海議題 南海議題一定不會今天就停止 過來一定還有很多 這個事情很複雜 我們一定會面臨什麼時候 我們就要真實的面對自己的時候 什麼時候我們就要用真實的 現代的這個國際法的主張 來切斷跟中國一模一樣的這一種 模糊性的主張 所以我想 內政部在這邊 還有其他跨部會 我們相關的這些首長 以及我們高層 一定要做好準備 這個 在我們可見的未來啦 我希望今年底 我們就可以畫下去啦 要不然 就要在可見的未來 我們要能夠達到這個 這個目標 要不然就是 一直繼續在國際上面 被中國吃豆腐而已 我們以國家的 最大的總體利益來考量 那包括委員 剛才所提的都要納入 都要納入我們的 最大的總體利益 就是不能讓台灣 繼續被認為是中國的一部分 我們現在主張 很容易掉到那邊 包括剛才李部長 他也很沒辦法講清楚啦 但是也不能隨便放棄啦 我要跟那個委員 好頂考慮 謝謝